Lot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和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Netflix 用了LotVPN之後 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你都可以看到 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Lot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好 你都可以玩到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用LotVPN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LotVPN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一家大小都可以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全數退款 蠻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 和美國財長耶倫 先後去中國訪問 一般的人 就說你去中國訪問 一定是七鞋 溝頭 之類 中美關係一定會好起來 這就是很多人一廂情願的想法 但是 美國對中國的監察 或者是 一些圍堵 甚至是去批判 等等 到今天仍然是未有任何 停止的跡象 就在布林肯去中國 之前幾天 就有三個的財政部官員 就來了香港 和香港的銀行和監管機構 舉行會議 談什麼呢 就要求他們協助 密切監察著美國的高科技產品 是不是通過香港 去運到俄羅斯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早前也說過 有些數據表明 香港就是 美國的 或者是西方世界的 高階的 高級的 晶片 轉入俄羅斯的 最重要的轉口港 有很多空殼公司 在俄烏戰爭之後 在香港成立 而且 看得到中國 和香港 和俄羅斯之間的 貿易在俄羅斯戰爭的期間 大聲的飆升 那個數據是二倍甚至十倍的 而轉運的大部分都是晶片 大家都知道 晶片 不單只是用在手機 不單只是用在電腦 不單只是用在雪櫃 電視 晶片 如果大家 也留意到 一部書叫做晶片戰爭 都知道 是和 國防 和戰爭 和武器有關的 國防戰爭和武器 是帶動著晶片的發展的 到今天 很多先進的武器 都是靠晶片 做一個重要的零件 如果沒有了的話 這些武器 就完全不行了 美國就在湖克蘭戰場上找到俄羅斯的武器的部件 於是制定了一個清單 叫做 38種戰糧物資的清單 要求 業界 盡職審查 來到香港就和 財政部底下的 恐怖主義融資和金融犯罪部的官員 和香港的發酬銀行 金融機構 律師樓 顧問公司和專業團體 和他們開會 希望他們可以採取 更嚴厲的措施 防止美國的晶片 均民兩用的物資 由香港 流入俄羅斯 這個報導是日本的 日經亞洲的新聞報導 報導說 匯豐銀行 紮登銀行 中國銀行 分行 金融管理局 等等 反洗錢的 組織都 參加了這個會議 美國官員就這樣說 對於美國製造的晶片仍然能夠 進入俄羅斯感到憂慮 雖然美國在俄羅斯入侵渦蘭之後對莫斯科採取了制裁措施但是 香港已經成為了向俄羅斯出口高價晶片的一個主要的中轉站 消息人士對《日經》 美國財政部官員就告訴 和開會的人知道 主要是香港銀行 和金管局 在遇到和出口管制清單上的物質有關交易的時候 他們應該加強盡職審查 有開會的人就說美國財政部提出一個高度優先的軍民量用物品 所謂的必須很高的 38種清單 包括這個半導體的設備 飛機、直升機和無人機的部件 大部份是 輸入去俄羅斯的這些部件 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 直接運入俄羅斯的 部份是第三國的 包括香港 包括土耳其 有些歐盟的國家 馬爾代夫和亞聯酋都有 美國財政部官員來開會警告 香港這些 銀行 金融機構 因為他們有交易 告訴他們 俄羅斯 是受到美國制裁的國家 特別是這38種重要的物資 如果 你們是容許這些空殼公司 在香港 透過香港 把美國的 這些重要的戰略物資 運去俄羅斯的話 俄羅斯受到制裁 特別是這幾十項的物品受到制裁 你這樣做的話 就等於你 協助俄羅斯 被制裁的俄羅斯 取得這些戰略物資 這些銀行 都會有機會受到 二級制裁 二級制裁 我都說過不止一次 美國制裁香港政府的官員 陳國基 李家超 鄧炳強 他們要 銀行戶口都沒有了 資產轉移給老婆 有些就是在做這個mortgage 做這個 按揭的 都要馬上還錢 為什麼銀行不可以跟這些被制裁的人交易呢 因為 這樣就等於 協助 這些被制裁的人 取得 他可以做到的一些 經濟上的援助 銀行是有美元交易的 今天這個世界美元還是霸權來的 在美元霸權的情況下 如果美國制裁這些銀行的話 這些銀行就完結了 你不能做美元交易 這些銀行全部完結了 雖然 人民幣想取代美元 霸主的地位 但是到今天 仍然是進展非常非常之少 好像一個手指甲那麼少 那所以 當財政部官員 很認真地跟這些 銀行開會的時候 銀行一定會很害怕 很擔心 其實就較早之前 這個日經亞洲 日經亞洲一直都是 跟進得很細緻的 在四月份的時候 亦都有一篇報導 就說 香港和中國大陸 俄羅斯 在俄羅斯回避美國為首的 西方晶片制裁上 產生了很大的作用 這一篇 長篇的報導 就是說 香港的寬鬆營商環境 令到這些輸入俄羅斯的晶片 越來越多 其實他找到一些海關的數據 就發現 在去年的時候 這個 川普戰爭開戰的時候 差不多是 一年的時間 就說 最少有 3292宗 金額 金額是達到 10萬美元的半導體的交易 當中 這些半導體 所謂晶片 包括美國公司 Intel AMD Texas Instruments 德州儀器等等 這些產品 總值是 7億4千萬美元 在這交易裏面 有七成半是 香港 和 內地 轉入俄羅斯 這些 轉口商 是 中小型企業 絕大部分是 俄羅斯侵略渦蘭之後 才成立的 而這些 2021年同期涉及的 中港的交易 是 只有 5100萬美元 但是 侵乎戰爭之後 就達到 7億4千萬美元 這些晶片的價格 多數都是反映 俄羅斯尋求 晶片是屬於 高價的 先進的類型 是 可以放在 導彈裏面的 一個簡稱叫做 FPGA 的晶片 一些高端的半導體 就是 俄羅斯 美國對於 俄烏戰爭 裏面 制裁俄羅斯的對象 日經亞洲 報導說 這個現象 歸咎於香港 寬鬆的營商環境 按照香港的法律 任何人不論是任何國籍 都在香港 註冊公司 同時出任 一個人的董事 兼股東 經亞洲說 引述多個 公司註冊紀錄 香港和內地 都有很多 中介經紀公司 提供 一站式 在香港的註冊公司 服務 甚至提供 香港的地址 作為登記的地址 收費很少 幾千到一萬元 不等 一個星期就完成了 記者去到這些註冊的公司 我也說過有些是俄羅斯名的 發現 根本就是 沒有什麼實質的職員 例如共享辦公室 還有一些很老 很舊的辦公室裏面 工作 找到 這宗公司 叫AGU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的公司 一直去找他們 發現這宗公司有個網頁 有些服務硬件 網絡設備 包括在Intel 博通 Dell 等等 這些中介公司 在香港有註冊地址 不過實質 是中國大陸的人去經營的 在網頁 看到有中國大陸手機的電話號碼 打電話去 說普通話 說他是這間公司的負責人 去到這個大廈裏面 在這個很古舊的辦公室裏面 就 地址說 沒有經營晶片 已經改造這個進口的紙張 為什麼沒有經營晶片 這個網頁上 也有電子產品 什麼時候停止 他說下半年沒有 現在只要賣這個紙張 一直調查發現 這一類的 這一類的 就是賣晶片的公司 在香港 用不同的身份 用隱藏的身份 去賣晶片給俄羅斯 這個財政部的官員 美國財政部的官員 在香港做這些調查 其實是 看得到 那個問題的嚴重性 已經引起 美國的注意 如果 這些公司 跟香港的銀行 作出一些交易的時候 我想他都會有個實體的清單 看看這些公司 究竟在做什麼 作出交易的時候 這些銀行 是會 受到一個很大的 嚴厲的處分 都不定 美國人做事 就不是跟你玩的 他會把問題 最精潔的部分 拿出來 然後就在那裏 捏住他 就等到整個問題 可以解決 就好像一個醫生 你病不是看你的病徵 你頭痛不只是醫頭 你頭痛的原因是什麼 你腹痛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 最根源的部分 最根源的部分 就是說 如果這些 銀行 包括這個中資銀行 繼續跟這些 公司做交易 你來這裏 做不同的 交易的時候 究竟這些交易 是什麼 是買什麼 去哪裏 如果你沒有做到這個 續職審查 而繼續跟這些公司做生意 這些公司被發現到 是運晶片去大陸的話 這些公司就會受到嚴厲的制裁 香港是扮演這個角色的 香港要面對 面向世界 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 但是 銀行的服務是很重要的 而且是美國 繼續要信任這些銀行 給他們做這個美元交易 也是很重要的 一旦不做的話 就會連死 現在沒有辦法 香港是跟這個中國 一定是 坐在一條船 中國 是要暗瓦底 去幫助俄羅斯 如果你幫助俄羅斯 就要靠香港這個寬鬆的營商環境 才能取得美國的先進晶片 才能運到進去裏面 那麼香港做不做呢 香港這個銀行會不會繼續 做這些交易 還是斷絕跟這些公司來往呢 這個 就擺在 香港人面前一個 兩難的決策 你背靠祖國 就要繼續 坐著祖國那條船 綁住祖國的戰車 一路去衝 但是你要做國際金融中心 你就要聽美國人說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要有排埋 那麼香港可不可以侍奉兩個主人呢 還是 二擇其一呢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好暫時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支持我的深圳有排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請坐著 旁邊 請坐著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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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